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5月13日,维拉利尔不远虚度年华,星期五凌晨,西甲赛场再次有精彩赛事奉上,其中华拉道列主场迎战维拉利尔 前者目前依然未脱离钢班威胁,而且球队连续九轮不赢球,上将更是0比3输给华伦西亚,华拉道列今次主场淪陷在职 一如既往,M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华拉道列自从星班来到西甲后,过去两个赛季,都面临降班危险,不过最终他们都是顺利互级 今个赛季华拉道列再次面临困境,在还有三轮未踢的情况下,华拉道列也只给排名到数第一的伊巴多两分,危险程度超过过去两个赛季 而近方方面,华拉道列实在不容乐观,连续九轮无缘拿三分,之连续四场和局后,华拉道列期待一场胜利,结果被华伦西亚三比零原胜,华拉道列现在依然处于压力之中 回顾今季首循环,和维拉利尔交锋,华拉道列上半场就被对手入了两球,最终亦没有追回比分就输了,今次再度交手,华拉道列实在无力复仇 在阵容方面,后华鲁尔加尼路,同中场奥利兰拿相决 华拉利尔在欧巴杯准决赛两回合淘汰亚仙奴后,顺利拿到决赛资格,但回到联赛后,他们就在主场遭到失利的打击,显然赛季接近尾声,为双线作战带来较大的压力 虽然欧巴杯夺冠赛将获得下架欧冠参赛赛资格,但目前杯赛暂时告一段落,维拉利尔还是需要在联赛尽快找回状态,毕竟他们目前只有52分,连前六都入不到 无论在下季欧战商保险,还是面子的问题,曾经联赛前五常客的维拉利尔,都一定将重心放回西甲,而且今季还是面对实力较弱的华拉道列,维拉利尔今季都必须全力增胜 幸好核心攻击手借拉特·摩兰奴上将凭着12码重新击活入波帐户,有了这位高效射手的助阵,维拉利尔可以说拿三分入袋 在阵容方面,后卫组安科夫,同中场卓和斯等人因相缺陣,另外门将路尔尼,同后卫马里奥加斯帕上将在后备直中染红无缘金将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,和赞我们的专页 M直播提供英超、技甲、发较MBA等星才足球球球赛事直播服务 立即效载M直播,随时随地看好波 M直播提供英超、技甲、发较MBA等星才足球球球赛事直播服务 M直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